凭发的国家很多工作都会做在前面 1250年前唐昭提寺建成后 他的主殿金堂已经经历过四次大修 分别是在800多年前、700多年前 以及300多年前和100多年前进行的 大修的建国越来越近 这是不是在暗示着什么 这次的大修还能让金堂再处立1200年吗 这根立足用再明显不过的方式 记录下了金堂1200年来的历史 九世纪的时候它就立在这里 100多年前那次大修的时候 中部损毁的部分用当时的木料做了填充处理 而在这次大修的时候 只有底部腐朽不能再用的这部分 通过损毛对接用上了当今的木料 可以说在历代的每次大修当中 始终在遵循一个铁规矩 那就是尽量采用当时的材料 使古墓的年龄、生命能够延续到极致 这次也不例外 在36根立足当中 只有一根换成了全新的 当现代人将今天的材料 跟古墓存博对接的时候 它实际上也是在就文化传承 进行一场金人和古人之间的对话 那么这个千年古寺十年大修 这种对接和对话又是如何完成的呢 经过两年的调查和准备 1999年一个专门的机构在唐昭提寺成立了 这是一个由专家构成的委员会 长达十年的大修 经常的每个部件将被拆解下来 经过维修之后再重新安装回去 各种工程的招标也同时开始 这个建筑是国家制定的 为了文化材的利益 遵循的方法和補充方法 这就是一个大名材 从一开始今夕凉南就反复强调 这一次大修的理念 怎么して最初からの十年という ちょっと近央遠くなるような その長さに決定了 この建物が今度がいつ建てられたのか これははっきりしなかったんです それから古代の建物 1200年前に建てられた建物ですから どういう風な建築技術というの 技法が使われているのか そういったことも知られていかなきゃ 部材を一つ一つ解体 取り外して それを丹念に計測して 調査してという そういう作用がありますので 相当長い期間がかか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1200多年的金堂 有给人们太多位置 古建筑研究将伴随 整个修繕过程 工程的每一个细节 将被记录下来 在接触中